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焦点追踪节目 我是安培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众所周知 中国的大学过去十多年高速发展 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大增加 但是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却很难找到工作 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 今年中国大陆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99万人 离去年增加了19万人 但是目前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与去年同期相比 却呈现下降趋势 中国研究机构麦克斯研究院 针对2013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 同比下降9% 本科毕业生为35% 同比下降12% 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 同比下降13% 大学毕业了却找不到工作 这跟中国的教育体制有没有关系呢 麦克斯研究院的报告认为 根据前些年调查状况来看 专业结构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最主要因素 以2012届为例 英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会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工商管理等专业 连续三届都在本科失业人数最多的前十个专业中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莫荣认为 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例如现在全国高校到处开设会计法律专业 但是会计所律师事务所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毕业生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表示 中国高校近年来推行的扩招政策 能够使更多的中国学生获得进大专院校深造的机会 这个做法本身应该具有积极意义 问题是中国各大院校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专门扩招专业大多集中在投资较少 不需要太多精密设备仪器和场地的文科类科目 看起来教育大跃进式的发展仍然有诸多值得注意到的弊端 财讯网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 高校扩招的速度确实快乐 但是教学的理念制度师资设施等各方面准备都不足 而每年扩招数量远远超出国民经济发展速度 相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位置 以及中国的产业格局无法容纳如此大量的大学生 如今又遇到经济放缓的压力 社会就业岗位因而减少 显而易见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深层问题相互勾连 何清廉女士表示 经济导致30多年的高速增长都是8%到13%左右 但是就业率一直是在1.7%排斩 当时就在理解了 一是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造了假 二是中国的投资方向不对 旅美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学者程晓农认为 中国经济体中的众多严重问题 目前已导致中国经济无法再高速发展 从而影响就业形势 美国印第安纳州博尔大学经济学教授郑竹源表示 那么高校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人才 能否成为开创经济领域创新的生力军呢 他们能否为中国经济发展 注入转型升级的催化器呢 广东省教育局局长罗伟奇也指出 毕业生期望值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矛盾长期存在 毕业生希望留在一线城市 不愿到欠发达地区 大量基础性工作岗位不受毕业生青睐 北京大学前校长许志宏早先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中逐渐显现 特别是各种排行榜和大学排名 盲目追求名利 让高校学术道德师范丢失了自我历史特色和传统 大学校园之所以重要 如同一个人身体中的造学机制 他将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助理教授张天亮则认为 中国各种大学排名都是官方机构进行的 大学在意这些排名 是因为其和政府拨款密切相关 90年代初期的时候 中共他们当时搞了一个叫211工厂 就是全国要找200多所高校 那你一旦能够提升到这个行列里面的话 你这个取消能够得到的拨款就会多 就是他这种排行榜的话 他是等于跟国家的这种交易经费的划拨联系起来了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曾长期在大学工作 他认为中国大学的问题在于迷失了方向 也就是说大学已经变成了政府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僵化的体制窒息了学术自由 中国大学实际上就是他这个官僚体系当中的一部分 他在这个意识形态下面 再加上这个单一的这种价值观 这些因素都对这种大学有相当大的制约力 如果大学不摆脱这些的话 那么想要办好中国的大学 其实是一种不太可能的事 刘先生表示 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一元化 以及全社会的功利倾向和短视 才是造成中国大学和大学生功利主义和道德师范的原因 中国人常说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 但是目前中国教育体制所面临的是转型的挑战 而大学校园文化也面临着价值观的危机 正如上述评论人士所说的 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 与中国经济体制问题 乃至政治体制的深层次问题 都是相互勾连互为因果的 在突破发展平静 走向新境界的道路上 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与要方 我们需要所有公民的参与 以及各种意见的自由表达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安培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